负责 负责 淑妃娘娘 奴婢该死 奴婢是因为要给 臣妃娘娘送药 所以一时心急 才撞到皇子殿下的 我量你也没这个胆量 这没你的事了 下去吧 是 师父 怎么了 是燕生 真的吗 师父 这可是大事 不能错的 为师刚才去探视过武臣妃 见她眉宇之间 好像有一股浊气萦绕 再加是迈向正常 却每日午时心痛难止 这都是有人对她 实行燕胜之术的征兆 如果真是燕胜的话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吗 破解燕胜之术 完全在于 对她施法的那个不偶 如果找不到那个不偶 没有什么办法 师父 这太难了 宫里这么大 就算皇上传旨各处搜 一时半会儿也搜不出来啊 而且看美娘那个状态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你不要着急 你跟为师回府一趟 为师给你个福 占保五臣妃一时平安 好好好 我就说师父有办法 来来来 娘娘恕罪 娘娘恕罪啊 你是不是疯了 竟然拿这个东西给杰儿去玩 是皇子殿下说她饿了 奴婢才去上市局拿点心 你根本不是当皇子殿 你还能顶嘴 我看你是想害死笨姑 小蝶 把她送到洗衣房去 师娘娘 娘娘 娘娘恕罪啊 娘娘不要啊 娘娘饶了奴婢 小蝶姐姐 我求你不要让我去洗衣房 求求你了小蝶姐姐 谁惹老了娘娘 我也没有办法 小蝶姐姐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妹娘 妹娘 燕昊 妹娘 有何事 把这个香囊贴身带着 里面是师父请的符咒 师父说 可以暂时保你不被蝎毒侵害 什么蝎毒侵害 师父说 可能有人对你使了 燕圣之术 燕圣之术 怪不得我每日无事 就会心痛 李大人有没有查到是谁干的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只是找不到一个施术的布偶 是一个布偶吗 对 好 柳儿 淑妃娘娘 回娘娘 奴婢今天早上帮您 从上市局拿药回来的时候 经过走廊 正好碰到杰儿皇子 看到他手里 就拿着一个布偶 好 柳儿 那布偶上面 有没有 美娘生辰八字 我只看到上面有字 还没有看清楚 淑妃娘娘就给抢走了 我 小淑妃 一定是她干的 淑妃娘娘 你以为就能斗得过萧淑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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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如果皇上真的下令要搜 咱们藏在哪儿也是会被搜出来的 那怎么办 我把它藏在哪儿呢 娘娘 我早就跟您说过 不能用艳圣之术 在宫中 这可是沙头的大罪啊 要你多罪 找个火盆来 把这个布我烧掉 是 奴婢现在就去 连李大人给的福 都不能保本宫无事 更何况这帮庸医的药 又能起什么效果 这个萧淑妃 她果然想要本宫的命 是啊 这个淑妃娘娘 真没想到她的心肠如此狠毒 宁可犯了宫规 也要用这艳圣之术 杀害娘娘您啊 这次她犯的可是死罪 本宫绝不会轻易放了她 像这种艳圣之术 是连老祖宗都禁止的狠毒之术 这样的女人 在皇上的身边 万一有朝一日 她想加害皇上 皇上怎能防备 想到这一点 本宫就寝食难安了 可是 这眼下我们又没有证据 没有办法定她的罪 这可怎么办呢 你不是见过那个布偶吗 嗯 这证据找不到 本宫就做一个证据 本宫要让萧淑妃 百口莫辩 死路一条 干娘 来 吃点这个 这两天武臣妃身体不太好 你要多注意饮食 切记与药相冲 而且要给她补气血啊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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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的我都已经记住了 干娘 倒是您自己 本来身体就不好 多照顾自己 以后呢 这些事情您就别费心了 女儿会做好的 我呀 老了 也该告老还乡 想想轻浮了 等我走了之后啊 这个位置就是你的 不过在宫里做事一定要小心 不能与人结仇啊 嗯 女儿记住了 我还知道啊 你喜欢那个殷浩 其实啊 我也挺喜欢那小子的 这小子既聪明又善良 以后见了皇上啊 干娘一定向皇上提起 让皇上赐婚给你好不好 干娘 您喝水 哎呀 你 女儿哪有喜欢人家 再说了 再说女儿也没打算嫁人 就打算陪在你身边呢 好 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女儿 你跟我一口 最近天气干燥 所以朕特别叫上时局 做了这个很好吃的粘子汤 可以清心润肺 大家一起尝尝吧 谢皇上 谢皇上 妹妹 看你最近的身体 恢复得还不错吗 托姐姐的福 妹妹好多了 来 姐 娘娘 娘 你怎么了 娘娘 妹娘 娘娘 你怎么了 臣妾心没有开始疼了 就像上次那样 好像有人用针扎臣妾似的 御医 快传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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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啊 快 快点 娘 怎么样 又是 王父王 是 那 好重啊 你看 皇子殷下 这个可不能玩啊 这是从哪来的 这是娘的 什么 来人 帮我扶住妹娘 是 皇上 忘了 臣亲爷了 皇上 娘娘 奴婢去问过了 皇上气得暴跳如雷 可能会叫萧淑妃处死 皇上 在这深宫之中 竟敢施行验胜之术 按大唐的利率 本来就该问朕 柳儿 准备好香火 明儿个本宫要去一趟护国寺 是 娘娘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来人哪 我要见皇上 来人 我要见皇上 来人哪 吵什么吵 我要见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是不会见你的 死了这下亲吧 求求你通容通容吧 我一定要见到皇上 你自己犯了这么大的罪 你听天由命吗 别走 你跟我回来 回来 快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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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妹娘 皇上 你好狠毒 竟然反咬我一口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我要见皇上 来人哪 我要见皇上 来人 我要见皇上 来人哪 淑喜 有一天你要恨我 可别用艳圣术来害我 听见了吗 哎呦 害你用不着那么复杂嘛 有毒啊 真的 哎呀 疼啊 疼啊 你是不是怎么了 睡着 平后 睡醒 皇爷 怎么样 我刚从御书房回来 果然不出所料 有好几位大臣联名尚书 要立保萧淑妃 说这其中 定有冤情 那皇上的意思呢 皇上不同意 看来淑妃这次 凶多吉少 好啊 这个叫恶人自由恶人不 那 没伤着你吧 没干系 大慈大悲的菩萨 感谢菩萨 能够让我的大仇得报 愿菩萨 能够保佑我的姐姐 乌水 我的女儿 平儿 愿她们能平平安安的在天上度过 保佑我的红儿 能够平平安安度过一生 是 娘娘 娘娘 不好了 出何事了 王公公前来通报 说皇上晕倒了 什么 王公公 娘娘您来了 到底出了何事 到底出了何事 还不是杰儿皇子 一大早就来找皇上 给淑妃娘娘求情 皇上不同意 她就哭了整整一早上 皇上 皇上怎么劝她都不听 这些日子 皇上本来心情就不好 这一急 头痛的旧纪又犯了 这太医刚走 说 让皇上好好休息 那杰儿呢 老奴已经让人把她送回去了 王公公 让本公进去看看皇上吧 娘娘请 和皇上 女爷子 身为一国之君 静子 冬如是 为 皇上 这次都满足不了 我是不是很没有用啊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很没有用 好了 以后莫要再说这样的话 事已至此 皇上不如放过孝淑妃吧 不行 这言圣之罪 是死罪 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 我是不敢违反的 我要见皇上 让我进去 不行 我要见皇上 方子殿下 我们回去吧 我要见皇上 我要见皇上 皇上 殿娘 我们回去吧 我要见父皇 皇上好好休息 让臣妾出去看看吧 我要见父皇 好 让我进去 王子殿下 我要见父皇 父皇 父皇 王子殿下 我们回去吧 不行 我要见父皇 王公公 王公公 参见娘娘 杰儿 末儿 莫要再闹了 娘娘 父皇为什么不见我 杰儿 你父皇身体不舒服 做儿臣的应该懂事才对 若是惹怒了皇上 任何人都担待不起的 我要见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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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姐儿 我要见娘亲 不要再闹了 我要见娘亲 好了姐儿 不要再哭了 我要见娘亲 帮我把那个放上去 是 好嘞 行了 可以送过去了 是 你怎么来了 淳于姐 这是给哪个犯人做的 这么好 给淑妃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后一层 去去去 别胡说八道啊 这是人家王公公 今天特意差人来说 给淑妃吃点好的 为什么呀 大概 大概是因为今天 杰儿皇子哭得太凶 所以 把皇上给打动了吧 你说 皇上要是再敢动敢动 淑妃不一定能死啊 一个大老爷们儿 真够多管闲事的 跟你有关吗 这么晚来干嘛来了 我有点饿了 看有没有吃的 最后一餐 最后一餐 现在皇上心念一动 随时都有可能赦免淑妃 若无法劝阻皇上 倒不如 倒不如借机巩固我自己的地位 日后若要除淑妃 那就轻而易举了 娘娘 王爷 听说你有事情找我 唉 本宫为难不要紧 现在皇上左右为难 才是最重要的 本宫也是个母亲 看到杰儿如此伤心 本宫也难过 萧淑妃如此狠毒 竟对本宫使用验圣之术 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已无法挽回 其实皇兄也想赦免他 可是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他也没办法 本宫恨淑妃 但也觉得罪不至死 更不愿看到皇上为难哪 但事已至死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本宫倒有个办法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说无妨 立后 立后 对呀 只要皇上立了心后 就一定会大赦天下 到时候萧淑妃就可以逃脱死罪了 对 可本宫担心 那帮老臣们会竭力阻挠 到时还望王爷能够帮助本宫 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这就去跟皇上说去 且慢 还是由本宫自己去说吧 为什么 人言可畏 本宫不希望在这宫廷之中 落下个结党营私的口识 说得有道理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慢走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两位爱卿有什么要说的 臣恳请皇上三思 还是赦免了萧淑妃为好 王皇后刚刚过世不久 如果皇上再杀一个贵妃 若此事传到民间 黎民百姓会以为您是一个暴君哪 皇上 不错 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饶过萧淑妃一命 以示吴皇有好生之德 你们知不知道 到底朕在想什么 天大地大 也大不过祖宗家法 后宫之中用这个验圣 是何等罪名 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你们是辅国功臣 这 不要再说了 都给我退下 皇上三思啊 臣请皇上三思 退下 臣等告退 臣等告退 皇上 臣妾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平身 皇上 臣妾刚刚看到潘首义 楚遂两两位大人 他们是为何而来啊 哦 还不就是为了淑妃的事 要朕饶过淑妃 如果有办法 朕早就做了 皇上 臣妾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其一可以救了淑妃的命 其二又不违背祖宗先法 臣妾有何两策 大赦天下 一时之间 一时之间怎么大赦天下 立后 只要皇上肯立臣妾为后 便可大赦天下 就萧淑妃一命 这 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不过 不过 你在担心什么 臣妾担心会有些大臣 说臣妾迷惑了皇上 一心想要立后 媚娘 其他人说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朕明白你就好了 好 三click 我的小威娘 你不想要个人 多么 又有些大有子 你不想要不要 更使皇上更加宠爱本宫 到那时 本宫已经当上了皇后 萧淑妃即使活着 也对本宫造成不了任何威胁了 就让她这样死了 岂不是太便宜她了 本宫要让她看着本宫 风光无限 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让她生不如死 柳儿 替本宫安排杰儿去见萧淑妃 是 娘娘 皇上到现在还没有召见你 潘首义和楚遂良他们两个 到底有没有帮我说话呀 那当本宫 真的要命禁于这个天牢里面吗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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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儿 杰儿杰儿杰儿 娘 杰儿杰儿 杰儿杰儿杰儿 你怎么来了 是你父皇安准的吗 不是 父皇好狠心 父皇不要见儿臣 是臣妃娘娘 他让儿臣来看你的 参见淑妃娘娘 貌苦劳食 不安好心 娘 儿臣好想你 你什么时候才能从这里出去 回去陪姐妹玩啊 娘 杰儿 娘何时不想早点回去陪你啊 可是 可是 娘 杰儿 皇上 皇上 万万不可立臣妃为后 臣妃乃前朝美人 若本朝为后 恐怕又为祖先立法 皇上 我等之局 都是在为大唐着想 还望皇上三思啊 皇上 臣却觉得 皇上见列后赦免淑妃 乃大善之举 祖宗在上 见吾皇仁德 也会保佑我大唐平安兴盛啊 皇上 两位富国口口声声为大唐 为何要阻挠皇上如此仁德之举 回大人 你只是一个三品小缘 也敢在这朝堂之上 与本官讲仁义道德 楚大人 这仁义道德 难道也要分品级不成 你 你什么你我什么我呀 烦不烦啊 现在是我大哥娶老婆 你们在这儿喋喋不休地争论什么呀 我知道 你们都是为了大唐好 但是这种事情 是不是要听当事人的意见啊 皇上 朕 心意已决 即日册封五臣妃为皇后 立后之日大赦天下 至于萧淑妃这个范妇 除去淑妃称号 便为庶民 终生监禁于上阳宫 真好 媚娘终于要当皇后了 宇凡 快快快 醒醒 快醒醒 快快快 醒醒醒醒 快点 快点 干什么呀 大刚 你姐丢了 快快快快 怎么就丢了呢 非要喝什么木瓜银耳羹 家里没有 我就给你买去吧 结果回来人就没有了 哪个屋都没有 别说了 你找了没有 没找着好 那赶紧找啊 我姐穿那身衣服 身上有没钱 一定走不远的 我就别着急 咱们得找去 我让你看着他们 哪儿去了你说这事闹的 快快快 走了你走了 我说了让你看好他 怎么一瞎眼 人就没了呢 我哪知道这事 人哪去了 别着急 那边没用 这儿有没有 阿姨请问一下 您看没看见 一个头发这么长 然后穿着古代衣服的姑娘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 这么高 衣服头发是那样的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问你们一下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 穿着衣服这么长 没有啊 糟了 这半天也找不着 要不咱先回家吧 实在不行再报警 那只能这样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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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能去哪儿啊 姐 南昌王 你没事吧姐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我们都急死了 这秦宫的门 为何打不开啊 我来我来我来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走我们进屋所吧 回来就好 回来快进 快进 你说你上哪儿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让本宫在这儿等你 本宫觉得这里很闷 便去御花园走走 谁知 这路上竟碰到一些 身着怪异衣服的帆帮人 他们竟对本宫支支点点的 还有一群孩子 追着本宫跑 我这一时不知所措 便跑到了花丛之中 躲了起来 待他们离开后 我才出来的 行行行 姐 不是 妹娘 不管怎么样 回来就好 折腾一天了 你也累了 要不然先回房休息一下吧 你肯定又累又饿是吧 我给你准备了木瓜 对鱼儿 且慢 银浩 本宫突然想吃 春喜做的汤圆 春喜 这汤圆是吧 没有提 本王这就让上市局给你准备 你先回房休息 等用膳的时候我来叫你 多谢南昌王了 不用谢 又是一天了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行了 不幸中的外星 还说呢 全是你惹的祸 都怪你 惹这么多事 行 怪我啊 那个春喜是谁啊 春喜就是在我梦里 喜欢你的那个傻丫头 喜欢我 想不到吧 这世上还有人喜欢你 这世上还有人喜欢你 漂亮吗 还行 你可是发过誓的 你从身体到灵魂都属于我姐一个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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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为她一个人重生 这还差不多 行了 赶紧为我姐做汤圆去 你不是安排上市局了吗 你就是局长 局长还下厨啊 去去去赶紧去 全是我们的水区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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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的梦到底能不能唤醒你的意识 五妹娘连皇后都做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啊 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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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皇上已经下旨 封五辈娘为皇后了 哦 哦 什么哦 快快快 快跟我一块去恭喜恭喜她 走走走 你要去就去 你拉我干什么呀 一浩 你能不能别这么孩子气啊 好歹五辈娘也是你的知己啊 知己 反正今天我不去 你去吧 行 你别去 我去 但我还告诉你一浩 你太不难忍了 站住 你再说一遍 你 太不难忍了 你有必要说这么清楚吗 走 这是都大人送的 这是韦大人送的 恭喜皇后娘娘 王爷 请收媚娘一拜 别别别 快起来 快起来 媚娘能有今日 多亏了王爷鼎力相助啊 不敢不敢 英昊 英昊 媚娘能有今日 你真的不高兴吗 我开心 我是最开心的 媚娘 我是亲眼看着你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你好好的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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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